大家好我是小六 看啊 这个呢是昨天去山里面挖回来的水 然后呢 煮了一下 然后我就放水泡着 泡了一天晚上 今天就可以坐来 坐来吃了啊 先把它切一切 这个刀不够快了 磨一下 你看这个笋非常好 拿鱼 切好的水就过一下水洗一下 然后把它捞起来 稍稍的挤压一下 把那个水分挤出来 好 我们先把蕾萨包馅了 那个土料先开好 放在这里 生粉 生粉泥表应该够了 加一点吧 然后再放点生抽 少许的白糖 放点蚝油 多了 差点忘了放盐 首先我们要烧到了 把这个竹笋炒干它的水分 炒干它的水分呢 作用的话 就可以去掉那个筍的那个瘦味 现在它的水分差不多了 炒干水分就可以放油了 现在呢我们就放猪油 炒这种树菜的话放猪油比较好一点 像竹笋的话 如果说放猪大肠来炒也是非常会做的 我们下次来做一个竹笋炒大肠 下面呢我们就把包馅的料放到里面去烧一下 就可以起锅了 现在炒得不怎么样啊 但是这是我们这边一个加强的做法 准备吃饭了啊 等一下炒好精彩就可以吃饭了 先尝一尝 新鲜炒出来的话 尝一下感觉怎么样 先炒出来的话 先炒出来的话 嗯 嗯 很香很嫩 来 还好用 吃 好不好吃 小心炒 好吃吗 去叫姐姐上来吃饭吧 看一下 大巴 来吧来吧来了 防水泥先打就完了 command to 게임 看一看看这个粉怎么样 这笋好好吃 你煎上去吧 你要咬吗 小小肉也吃 分享喜欢吃这个水 摸出点 怎么样尝一下 妈妈 好了咱们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分享感谢大家关放 咱们再来再见了 拜拜